别说话 疑问好头条 你给我一分钟 我给你最新的疑问资讯 我是你的报道员 罗刚 Angelo 我们最近在坊间 听到有部分香港人 在加拿大收读完课程来 毕业后 是无法申请到PGWP 我们了解他们的个案后 想提醒大家 申请PGWP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点 你所收读的课程 必须要在PGWP的课程名单里 第二点,必须要在毕业后180天内提出申请 第三点,必须要提供毕业证书、成绩单和学校证明信 学校证明信中有三个很重要的讯息必须要学校开具证明 第一,收读的课程名称 第二,学校确定你已经收读了所有课程 第三,总共用了多少时间来读读读读 第四点,必须要在学生签证到期前提交学生签证延期申请 或者改变身份申请 例如将学生身份改为旅游人士 做了这个申请后,才可以提交PGWP的申请 第五,如果你不提交延期申请 你会离开加拿大的话 你可以在海外提交PGWP申请 第六,如果你的学生签证身份到期后 又没有离开加拿大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90天内一同提交两个申请 一个是Restoration 第二个是PGWP申请 以上资讯以加拿大政府公布为准 祝大家申请顺利